这看起来像是一堆排列整齐的数字 但实际上是一个数学宝库 印度数学家将其称为须弥山之梯 在伊朗这叫海亚姆三角 在中国这被称为杨辉三角 对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来说 它被称为帕斯卡三角 根据法国数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命名 这似乎有点不公平 因为它显然比别人发现得晚 但它仍然做出了许多贡献 那么是什么让全世界的数学家如此感兴趣呢 简而言之 它充满了各种形式和秘密 首先是生成它的形式 首先是一 旁边有两个看不见的零 相邻数字相加 然后生成下一行 现在请反复执行此操作 继续下去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但实际上帕斯卡三角是无限的 现在每行对应着 x加y的n次方的二项式扩展开系数 其中n是行数 我们从0开始计数 如果你令n等于2并展开 将得到x平方加2xy加y平方 变量前面的细数或数字 与帕斯卡三角中那行的数字相同 令n等于3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因此 这个三角形可以快速简单地查找所有这些系数 但远不止这么简单 例如 将每行中的数字相加 你将获得2的连续次密 或者在给定行中 将每个数字视为10进制展开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第二行是1乘以1加2乘以10加1乘以100 你会得到也就是11的平方 那来看看第六行会怎样 加起来是1771561 即11的六次方 以此类推 还可以运用到几何上面 看看对角线 前两个不是很有趣 全都是1 然后是正整数也成为自然数 但下一个对角线中的数字被称为三角数 因为使用这么多数量的点 就可以堆叠成等边三角形 下一个对角线具有四面体数 因为同理 可以将这么多球体堆叠成四面体 或者把所有的基数画成阴影 当三角形很小时 还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如果添加数千行 就会得到一个被称为 谢尔宾斯基三角形的分形 这个三角形不仅仅是一件数学艺术作品 它也非常实用 尤其是在组合计算领域中的概率和计算方面 假设你想生五个孩子 并想知道结果是三女两男这样理想家庭的可能性 在二项式展开中 这对应着女孩加男孩的五次方 所以我们看第五行 第一个数字对应五个女孩 最后一个对应五个男孩 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要的 是这一行所有可能性的总和分之十 因此是三十二分之十或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五 或者如果你从十二个朋友的小组中 随机挑人组成五人篮球队 那么五人小组有多少种组合 用组合学术语来说 就是十二个里选五个 所以可以使用此公式计算 或者只需查看三角形上 第十二行的第六个元素就能得到答案 帕斯卡三角的形式 是数学元素优美交织的证明 直到今天 它还在不断揭示新的奥秘 例如 数学家最近发现了一种 将其扩展到此类多项式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可以找到什么 就看你了 你可以在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数学 比如说 以蜂巢为例 这些小昆虫怎么能建造得出 这样完美的几何形状 而且具有高效数学性的家园 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